26. 民眾日報 家父同開眼駕體驗航海 2015年7月26日高雄綜合F10 本部記者黃手作高雄報導 交通部航廣局於昨天上午 在高雄港鄉招碼頭 舉辦高雄航海營公益活動 帶領南高雄家父中心 及北高雄家父中心約細家庭學生認識海洋、體驗航海活動 這項由交通部航廣局所主辦的高雄航海營公益活動 是由航廣局局長其民中主持 台灣港務公司高雄港分公司總經理黃國英 財政部關務處高雄關主任秘書劉國勝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總隊長江雅敏 中華郵政高雄由局經理國同志等人與會 交通部航廣局局長其民中表示 台灣是海洋國家 安全是海運最重要的營運根基 該局為使航行安全觀念向下襲軍 乃舉辦此一高雄航海營公益活動 以引導參與的學生能提早規劃就業濫途 進而投入航海產業 此一高雄航海營公益活動 交通部航港局並與行政院海岸巡房處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台灣港務公司高雄港分公司 以及陽明海運高雄探索館等單位合作 安排參觀台南南及進行海洋歷史導覽解說 並搭乘高港以101號船 進行救生衣演練等活動 在活動中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也準備操船模擬機活動 直升機吊掛體驗及乘坐快速救生艇等水上活動 以增進與會學生認識相關海洋知識 體驗航海活動 頒圈迁 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